911事件 阿富汗战争 911事件 阿富汗战争 逐渐掌控了阿富汗将近三分之一的地区 前段时间在俄罗斯的斡旋下 塔利班组织与阿富汗政府在开斋节 前夕达成了短暂的停火协议 这使得美国看到了和平解决阿富汗问题的曙光 据媒体报道 日前美国派出和谈 代表与塔利班在多哈举行了一次会晤 试图通过对话来解决阿富汗冲突 据悉 在塔利班组织的坚持下 作为重要当事人的阿富汗政府并没有参加 虽然美国坚称会议在友好的氛围下 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但是却有媒体爆料 双方的谈判已经陷入僵局 有消息称美国希望后续的谈判 由阿富汗政府以及塔利班组织共同完成 但是被塔利班直接拒绝了 除此之外双方还在美国驻军问题上产生了分歧 美国在会谈中提出的唯一要求 就是保留美国在阿富汗境内的军事基地 而塔利班则是明确表示 只有所有的外国势力全部撤离阿富汗 他们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和平 如今美国政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局面 如果同意塔利班的要求 那么十多年的投入都将付诸流水 如果不同意则会继续深陷战争泥潭而无法自拔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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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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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